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香港警察昨天動用了數以百計的警力 進入蘋果日報大樓那樹進行搜查 這件事引來很多網民的不滿和反感 有人甚至聲言說蘋果日報今天就算出白紙 他們都會照買 不過蘋果日報的職工緊守崗位 今天的蘋果是如常出版 引來大批市民的搶購 甚至乎有人還留夜去旺角的報紙當排隊掃貨 蘋果日報今天宣布 由於讀者的反應熱烈 各區都有機會出現斷子的情況 蘋果的發行部正盡力處理家人 以感謝讀者的支持 提醒讀者如果發現銷售點的報紙賣完 不妨回頭再看一看 各區的報紙將會陸續補充 他們會緊守崗位支持到底 這件事正正反映到 整個社會的民心向背到底是怎樣的 市民是非常重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 否則不會有那麼多人響應這個 爆買蘋果日報的行動 有人在晚上去排隊買蘋果 有人大手地掃貨 幾份地買十份地買 甚至乎更多份地買 為什麼呢? 就是要展示出對於蘋果日報的一份小小的支持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整個社會就是感覺到一件事 唇亡齒寒 蘋果日報作為 非親建制派的最大的媒體 在香港是 如果連蘋果都倒下來的時候 其他非親建制派的媒體 還有什麼生存空間呢? 只會是慢慢地被陰桿 然後就是有骨牌效應 逐個倒下來 是沒有運行的 而且一份媒體的去滑流 是應該交回市場決定才是 無論蘋果日報是賺錢也好 蝕錢也好 這些全部都是獨者的抉擇 就不是應該有一隻有型之手 或者有一個政權的機器 來幫那些獨者篩選 這件事就非常重要 無論他是選擇去看也好 不看也好 市民來做決定 不是由其他人幫市民去做這個決定 這是很大的差別 所以為何今天激發到這麼多市民去買 接著我們就說回黎智英和周庭的案件 香港警方表示 一共拘捕了10人 涉及有九男和一女 年齡是介乎23至72歲 分別涉嫌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以及涉嫌串謀詐騙 去到昨晚 國家安全處的高級警司李桂華 作出一個簡單的案情交代 他說到 這10人當中 其中兩男一女 周庭只有一個女 是負責營運一個團伙 就是要求外國制裁或封鎖香港 但是李桂華沒有透露這個團伙的名稱 只是說這個組織已經成立了大概一年 和以往的運動是有相關聯的 他還提到 說國安處調查了一個多月 這個組織所做的事情 並不是發出網上鐵文那麼簡單 而是做過一些實質的事情 令到香港被制裁 另外李桂華又提到 說發現有一群人是屬於某傳媒組織的高層 是利用一個外國戶口 在財政上支持這個團伙 而更加重要的是 這個團伙在國安法立法以後 仍然積極地繼續進行 好了 根據NOW TV引述的消息說 警方指控所涉及的組織 就是一個名為我要攬炒的網頁 成立了大約一年 在國安法立法以後仍然運作 而由外國戶口資助的金額 涉及六位數字 這就是傳媒所引述的消息 即使警方在做完一個簡單的案情交代以後 仍然是留下了很多個謎團 是懸而未決的 第一件事就是 李桂華警司提及到 說這個所謂團伙 他們所做的行為是令到香港被制裁 到底他所說的令香港被制裁 是在說什麼呢 因為上星期美國財政部 將11名中港官員 列入了財政部核下的 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那張SDN名單 這是很清晰的 就是針對那11人本身 不是制裁全香港 不是制裁750萬人 這個必須要搞清楚才好 因為當中是有很大的區別 定義或是李桂華警司所說的 根本不是上星期美國財政部 對於11名中港官員所實施的制裁 而是另有所指 這樣香港警方就是 必須公開透明地 再去說明清楚才是 否則 市民聽到都是一頭沒水 到底你所說的 組織所做的行為令到香港被制裁 那個制裁是在說什麼呢 這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很多網民昨天一聽到消息之後都質疑 為何港區國安法說明是沒有這個追訴期 現在黎智英和周庭等人又會被捕呢 尤其是周庭的Twitter 自從6月30日發表完最後一條貼文以後 他都沒有再說過任何事情 而且他在YouTube上所拍的短片 全部都是跟政治無關的 是說他不知道去拍照 又或者用VPN網絡 那些就是不懈政治的題材 所以令到很多人都質疑 到底是否有追訴期在這裡呢 當然根據李桂華警司的說法 就說有兩男一女的一女就是周庭 就是負責這個團伙的日常運作 而且這個團伙在7月1日以後仍然是有繼續運作的 李桂華警司這個說法 某程度上就是解答了有關追訴期的問題 但是又引申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證明到這兩男一女 真的是這個團伙的主事人或者是負責人呢 是不是 根據很多媒體所說 這個團伙其實是一個網頁 你是不是有確實的證據 證明到這兩男一女就是這個網頁的負責人 那時候他不是搞輕忠會或者同盟會 不是有本海底 不是有本明冊給你找到 他是網頁的會員或者是成員 他是一個網 那你怎麼證明得到他就是這個人呢 那是不是需要交代更多的資訊 使得市民最少得的資質 第三件事就是 李桂華警司所說 有些人士透過一些外國的戶口 將一筆頗大的資金 支援這個團伙的運作 好了 根據李桂華警司的描述 其實這個所謂另外的人士 即是黎智英等三人 他的角色就是透過外國戶口 將一筆資金支援這個組織運作 其實他的角色就是一個所謂的捐款人 到底是否意味著 這些組織的捐款人 全部都是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還是現在特別是這三個人 另外有些內情 這件事也是要進一步的交代才知道 最後一件事就是 有媒體追問李桂華警司 就說他 即是昨天的行動 是否跟美國上個星期 制裁十一名中港官員有關 李桂華是否認的 其實都相當巧合 首先在人數方面 目前有十人被捕 但是同樣根據報導所說 有一名外國人 就是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被警方通緝 如果十加一的話 剛剛好是十一人 當然 既然李桂華警司否認 很可能這就是巧合 但是另外根據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他昨天在微博所說 就說 香港警察現在這個行動 其實就是表示到 特區政府是沒有被美國的制裁嚇到的 而且根據他的鐵文 是將這兩件事並列的來說 但是現在李桂華警司說無關 就是只能夠就是無關 好了 周庭被捕 其實在日本的反應 都是相當大的 因為周庭本身 他的Twitter 有很多來自日本的粉絲 而且 他的日語 亦說得非常流利 故此 在日本 他有一定的人氣 知名度 以及人際的網絡 故此 有很多日本媒體 政界的人物 以及網民 紛紛都對於周庭的被捕 是表達關注的 而在日本的Twitter熱門話題排行榜當中 這個釋放周庭就排行第二位 至於抗議逮捕周庭 亦都是排行第四位 所以就可以見到 周庭被捕這件事 在日本引來這麼大的關注 其實也是反映出 周庭在日本的軟實力 是相當之強大的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